旁边的御医脸色变化 是,听说是有了治天花的法子,要用冰镇着血 什么? 童御医皱起眉头去看 你再说一遍,杨氏要做什么? 要用冰镇着血,用血来治天花 童御医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身,仔细想着身边御医的话 这妇人简直是疯了,用血治天花 说着,盯着看属下 你听说过没有? 御医摇头 没有,如果血能治天花,那,那,那简直是奇闻 奇闻,换作平日他一定嗤之以鼻 杨氏算什么东西,仗着有点医术能比过太医院 可是杨氏真的治好了虐病 运气好而已,杨家有秘方,也不能让他一辈子用下去 不可能 童御医扇扇扇扇子 上次好歹还用了草药,这次要用血 童御医的屁股刚沾上椅子 万一这让杨大小姐治好了呢 童御医如同被火烧了般,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觉得能治好? 下属被问得争愣在那里 谁说得准 杨大小姐用杨家的方子救活人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哪次不让人惊讶 万一 万一就又成了该怎么办 童御医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他还没有见过谁用血来治病 除非是那些乌医 难道杨大小姐走投无路 要用乌医的方法 童御医想过去一看究竟 以他这个身份去问杨大小姐 童御医想着看向下属 你去看看杨大小姐在怎么做 万一杨氏真的又治好了天花 那他这些安排 不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您放心 下属毕恭毕敬地道 杨氏他就有那点能耐罢了 他又不是神仙下凡 什么病都能治 杨墨低头正看着祭子 赚那些东西 沈威延屏住呼吸 生怕一点点的声音 打断了杨大小姐的思路 旁边的姚御医睁大了眼睛 看着杨大小姐 昨日他去邻村扑了个空 那个什么治痘症的神医 是假的 不过就是抹鸡血 败鬼神 真真正正的巫医 没想到 回来之后杨大小姐却说 可能有了治痘疮的法子 这么年轻的小姐 说是能治痘疮 太夸口了吧 如今的医书早就被人翻尽了 哪种单方大家没用过 哪个也不见得有奇效 太医院这样的地方 有一大笔银钱 用来研制新方 得一个烧好的方子 花费几千两白银 是常有的事 所以民间的药方 才挤不上太医院的秘方 姚御医想着不禁质疑 这是杨家传下的秘方 杨墨摇头 不是 这种法子现在根本没有用过 那是因为有安全的中斗方法 已经没有人得天花 姚御医更加失望 那是杨大小姐这几日想出来的 姚御医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质疑 柳成林看过去 杨大小姐没有半点慌张的样子 不温不火 不急不躁 好像真的胸有成竹 是 杨墨道 从前有人用这个法子治过别的病 在现代 抗病的血清已经流传得很广了 就算是非典型性肺炎 也能用康复患者的血 做成治病的血清 这样想下来 如果现代天花横行 一定也能用这样的法子治疗 不过理论上的是 没有经过实践 不知道效果到底好不好 杨墨想着 取血 秋童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慌忙摇手 小姐 我可不敢 她平日里见到血就脚底发麻 别说拿这么长的针往身上扎 六成零淡淡地看过去 杨大小姐还真的以为 这世上所有的女子 都像她一样胆大 杨墨看向沈薇言 沈薇言会猜血 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有礼教在那里 最基本的 她还是要遵守 否则八杆子打不着的族人 就会将她绑走 眼看着杨大小姐皱起眉头 沈薇言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手指都有些颤抖 杨大小姐教过她猜血 她也想抬起眼睛 很肯定郑重地对视过去 大胆些走出一步 可是看着自己的靴尖 她就觉得鼻子上 如同坠了石块 她明白杨大小姐的心境 杨大小姐现在 就是想要一个能帮她的人 沈薇言攥紧了手 还没有抬起头 听到身边一个平和的声音 我知道村子里有行过一的婆子 何不请来一个帮忙 沈薇言忽然觉得十分羞愧 她握紧了身上的下伤 这样的法子合乎礼数 不会被人议论 杨末点头 柳成林吩咐蒋平 去找来一个 蒋平一路出了道观 姚玉一道 可还需要别的准备 我们来帮忙 她这个法子不知道有没有效 就应该从危重的病人下手 若是有效 就可以尽快地治疗病患 要找两个痘疮 比较严重的病患来 竟然要找危重的病患 危重的病患 不治也是死路一条 万一用上心方没有起效 那岂不是平白单了过失 杨末不敢拿没有用过的药 随便用在病患身上 一切都应该以病患的安危为主 所以她只能选危重的病人来试药 不管杨大小姐的法子有没有用 姚玉一忽然心生敬佩 医者自该如此 很快 一个婆子被找了过来 杨末将婆子领进屋里 秋童找了一个破旧的架子 挂上了衣服作为遮挡 杨末这才看向沈危言 将冰块准备出来 雪抽出来之后 要立即放在冰块上 沈危言应了一声去帮忙 姚玉一和柳成林等在屋门口 柳成林站起身走过去 脚步声十分清晰 听在姚玉一的耳朵里 如同是寒冰落地的声响 她不由地感觉到了冷意 姚玉一不去帮忙 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 淡淡地问出 姚玉一下意识地低下头 不知怎么的 心中没有任何的挣扎 就顺从了柳成林 转身走了开去 柳成林看向蒋平 蒋平忙带人站在门口 她则慢慢地踏了进去 姨婆虽然用土筏子 给病患放过血 可是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 这若是没做好 岂不是掉头的死罪 想到这里 婆子哆嗦着手跪了下来 小姐 你饶了我吧 我家中还有两个小儿 我死了谁来养活他们 您就放我一条生路 杨莫正要安慰 哆嗦成一团的姨婆 抬起头 就看到了深蓝团花直坠 从这里出去 不要乱说 自然相安无事 借用你放血用的刀子 你在架子后面等 若是出去嘴不言 难免累积加小 那婆子早已吓得没了三魂七魄 让人领到遮挡的架子外 不敢再出声 六成龄描开袍子坐下 身上的气色自成威适 伸出手去拿小竹筒 她手上的指甲颜色不鲜亮 而是极为淡 修长的手指十分干净 一看就是平日里养尊处优 一双眼睛如同清澈的白水 里面什么情绪也不曾有 这样不关切的冷漠 倒让杨默没有了后顾之忧 不会害怕这件事后 被礼教束缚 我自己来扎 你来抽血就可以 杨默说着 吩咐身边的丫鬟 将手臂用软布挡住 只留出彩血的部位 拿过小竹管 自己扎了进去 柳成龄接手过去 冰冷的手指划过杨默的胳膊 将竹筛拔出 鲜血从竹管里冒了出来 流进了用穿心脸 竹过的瓷瓶里 旁边的秋童不禁捂住了眼睛 杨默眼看着瓷瓶装满了三分之二 向柳成龄点了点头 竹管拔出 柳成龄站起身走了出去 杨默将煮好的软布盖在瓷瓶上 片刻功夫 杨默也整理好了衣衫走了出来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小小的瓷瓶上 姚羽衣最为着急 接下来怎么做 等着血凝固 就会有一层清水一样的东西进出来 将这些东西 将这些东西 用竹管打入患病者的体内 姚羽衣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1901年德国人贝林发明了血清治疗的方法 得了诺贝尔奖 从那以后 很多病症都用血清来治疗 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肠温下 让血液凝固 血清会自动分离出来 不像得到血浆和红细胞那样 需要经过离心机 而且使用血清不需要血液配型 在现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 他想不出比抗天花血清更好的法子 现在为止 各种血清都会被安全地应用 杨默仔细地说清楚 得过痘疮的人就不会再得痘疮 我们可以认为 那是因为患过痘疮的人 身体里有了对抗痘疮的东西 如果将这样的东西放进正生病的患者体内 就应该起到了治疗抗痘疮的作用 姚玉医睁大了眼睛 杨大小姐哪里来的这样说法 虽然仔细想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 杨大小姐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在血里 又怎么能将它拿出来 她不可能每次都拿杨家秘方来做借口 来到古代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她可以试着结合中医的方法来解释 痘疮是外感型血毒 毒热之胜 内泛气盈 盈血受累 痘疮痊愈后 身体各处已无症状 如果尚有余流 定在血中 病患没有失血 不需要血 所以要等到血凝固以后 用那些剩余的液体 每个人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血清中 每个人以性别 年龄 体质血清中含有的化学物质不同 是现代认为十分宝贵的生物药品 她希望在古代 能将血清这种生物质药发扬光大 怎么就能认定凝固后留下的东西 就是那些对抗痘疮的东西呢 姚御医想一想 就觉得头皮发麻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她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放在太医院来说 那就是乌医的东西 乌医善用血 这是大家都知晓的 姚御医试探着问杨默 杨大小姐 是不是认识乌医 杨默知晓姚御医的意思 乌医形势颇为诡异 经常会用到羊血 鸡血来治病 杨默道 不是只有乌医才会用血 我们不是也经常放血治疗病症吗 时间差不多了 杨默小心翼翼地将瓷瓶拿到屋里 进屋的人全都用软布 将头发面部蒙起 杨默吩咐大家 不要张嘴说话 一切准备好 才缓缓地揭开 蒙在瓷瓶上削过毒的软布 姚御医和沈薇炎 向瓷瓶内看过去 谁也没有听说 血里面有什么别的东西 杨大小姐不过是胡思乱想罢了 杨默小心翼翼地 接过秋童手里煮过的新瓷瓶 慢慢地将成血的瓷瓶 缓缓地向下倾倒 姚御医和沈薇炎 不禁睁大了眼睛 真的有看似透明的液体被倒出来 杨大小姐随便一说 整件事就成了真的 姚御医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抬起惊讶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杨默 为什么从前没有人发现这些 也没有人说过这类的话 这些东西真的可以打到病患的身体里 就会有用吗 若是有了效用 该怎么办 她多年的寒闯苦毒就像是一个笑话 三十多年的休息 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姑娘 若说质虐病杨大小姐靠的是杨家仙人 那么想出今天这样的办法 她依靠的是自己 倾佩 羞愧 种种情绪一下子从她心里冒了出来 庸庸碌碌一辈子 她也想要真正的有所作为 没等沈薇言来说 姚御医道 接下来要怎么样 满屋子的人都看向杨默 在这件事上谁也插不上手 只能听杨默吩咐 接下来 我要用小竹筒将这些液体打到一些病人的手腕上 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异常 杨默说着 将装着血清的瓷瓶 和装着干净小竹筒的木盒拿来 要到病人身边才能开始做这些 免得中途针头被污染 这个她知道 姚御医道 我在试新药的时候 也会将药捣烂敷在身上 看看有没有毒性 然后再尝药 杨默钦佩地看了姚御医一眼 现代做实验的都是小白鼠 古代神农长白草 很多郎中都是以身作则 这样的德行 让人望尘莫及 这一眼倒是让姚御医看红了脸 不由自主地咳嗽了一声 忙跟着杨大小姐去看病患 柳成林吩咐两个随从 将病患抬了过来 最重的病人是吴家的两个孩子 姚御医叹口气 唉 这两个孩子生的是腻斗 这些日子病得越来越重 这样下去 恐是熬不过去了 两个孩子的父亲在贵州阵亡 胡家能不能传下去 就看这俩孩子了 没想到从来没用过的药 要在两个孩子身上来试 姚默不禁有些犹豫 孩子小小的胳膊无力地放在那里 让人心生酸楚 就这样将不定性的药给孩子试 看出杨默的犹豫 姚御医道 要不要去找一个愿意试新药的大人来 江平询问地去看少爷 若是少爷点头 他立即就去找一个人 杨大小姐做出新药来治天花 这种药竟然是用他自己的血 谁都想知道这药到底有没有用 柳成龄的神情干净利落 不需要换人 以杨大小姐的性子 只要遇到一案就会很坚定 之前安排好的都会按部就班 这就是和他温雅长相最不相配的地方 也是让他禁不住好奇 最想琢磨明白 他那些奇思妙想到底来源于哪里 这世上根本没有解不开的谜 就像杨家虽然是姓名世家 这些年除了精灵药铺 继承仙祖医术的后背已经凋零 如何就忽然冒出来一个超越仙人的杨大小姐 杨末用手去拿封闭的瓷瓶 缓缓将上面的软布拿开 然后用针筒吸进去很少的血清来 烈酒盒穿心连水 杨末看向沈薇言 沈薇言忙将准备好的两个罐子拿了上来 镊子加好软布 轮流将烈酒和穿心连水 在孩子胳膊上消毒 然后用针头挑开前臂的皮肤 将血清注射到皮间 要等一会儿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异常 杨末说完 将用完的器械交给沈薇言去消毒 一刻钟对于杨末来说十分漫长 他不时地去看小女孩的皮肤 生发上面会出现什么过敏的反应 如果不能用血清 他就真的束手无策了 还好 血清慢慢地被皮肤吸收 只留下了一个烧红的针孔 没事 血清可以试着用 杨末输了口气 这才给旁边的男孩也做了同样的皮饰 如果不是发生在眼前 杨大小姐又解释了一遍 为何要这样做 姚御医一定会觉得自己在做梦 趁着沈薇言去煮器械 姚御医也跟了过去 一把拉住沈薇言 用不可置信的声音 杨大小姐一直这样 给病人看诊 上次治虐也是这般的奇思妙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